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School 李宗盛 審 李宗盛 It's our national language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moderns 所以我希望父母在这里能够讨论自己的孩子 不只在第一个语言 但也在很多语言语谈论自己的同学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有太多识识 我愿意读一故事 叫《Little Beauty》 由 Anthony Brown 一遍当时 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是美丽 美丽 这是美丽 首先,我希望感谢 整个组织的组织 让我的孩子和我 有机会来做故事 我认为故事是很能力 为组织的 与孩子和孩子 也认为故事 孩子们可以学习 想象力 更改变 在学习的故事 学习的故事 他们可以赚到知识 也认为质值的生活 我认为故事是好 因为我可以让我的孩子 知道更多 故事是挺有趣的 所以我认为她 平时我在家 就有跟孩子说故事 然后他们就很喜欢 因为我发现故事 就可以让他们 可以认识很多的字 然后也可以很耐心地做下来 那刚好知道 这次胖叔叔 从台湾的高雄来 因为之前 都有在网络上 看过她的那个 部落格 发现她对 讲故事 很有心得 所以就特别 带孩子来听她 讲故事 而且我 幼儿的 我两个孩子的 幼儿园院的院长 也刚好是 惠本雨林的 那个 酬伟的委员 所以平时他们在学校 也有接触到一些 关于 story 的那些 telling 所以就顺便也带她们来 听一听她们老师讲故事 谢谢 谢谢 谢谢